大家好 现在是9月9日星期三 早上11点 今天看到港股进一步受外围影响 现在最低下跌是24,213点 最低是24,213点 最近这次低位是24,167点 没有去到那些位置 当日24,167点那天的成交很大 但调回来,今天的成交非常小 今天的成交非常小 到今天为止是570亿 证明市场似乎没有恐慌性的抛售 也很理智 另外一件事就是外围 杜瓊斯是连跌三天 连跌三天最高到29,199点 下跌至27,500点 下跌了大概6% 如果从过去见过低位 在3月份到现在来说 就形成了一个上升浪 一个上升轨道 下跌至6个月的底部 而杜瓊斯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再看回纳斯塔克的科技指数 就比较麻烦 其实科技指数来说 跌穿了上升轨道 所以会不会再进一步有震荡呢? 这个也很难说 但是杜瓊斯本身 你看看 其实已经到了底部 所以主要来说 这个也吻合 你看看美汇指数 近期这几天是急升 扯回到93.5% 扯回到93.5% 其实曾经最低下跌过91.8% 又上升回来 其实这次是有少少 就是一个上升浪 的一个调整 一个调整 所以这个叫做中度的调整 在过往以前的一两年都见过这些事情 见过这些事情 不是说1月份到3月份那时候的因素影响 而出现的 现在科技股的下跌 因为之前炒高了 譬如Tesla 我在外面也有说 Tesla是什么呢? 其实它本身的电能车 是不是值得炒得这么高呢? 它的技术研发各方面 其实你看看美国的评论员 对于那些股市的分析来说 对Tesla这只股份 是有点过度热情的 就是看它的功能和销售 特别是它的网络销售点 是看得太好 但是Tesla本身用的电池 走的公里的理数 其实就没有什么突破性 当然款式那边做得很好 但是一部车这么贵 虽然现在就回落了价钱 但是比起国产的电能车 我先不要讲比亚迪的刀片电池 刀片电池究竟有多大成效呢? 现在都没有公布到 譬如港气 港气今天会稍稳 这两天终于站稳 没有跟外围的市场下跌 而港气呢? 其实它发布会也说到 它的电池是可以走一千公里的 现在的比亚迪也好 现在的Tesla也好 它走到的就是五六百公里而已 刀片电池走到多长呢? 不知道 如果跟回过往的看 都是大概五六百公里 所以其实是持有了一段 但是它的股值就这么高 港气那些就这么低 当然有库存减压的问题 但是港气也减了很多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市场是纯是资金推动 资金推动 底下令到好像Tesla那些 上到这么高 一获利 一扔出来 便可以跌得这么厉害 所以在这些情况下 都是一些不出奇的现象 可以看到的 但是美股怎么看呢? 当然了 现在杜琪斯去到一个 长期上升这六个月的上升轨的底部 那会不会又轻轻穿一穿 再震荡一下 再打底施再补回上来 这个不知道 至于纳斯塔克那边 它穿了个上升轨 会再跌多少沉底源呢? 这个也是一个问号 所以在外围这个情况下来说 港股当然那些科技股 都会有牵带关系 因为有好一批的资金 买入到纯科技股 全球的科技股的话 都会有少少减次 会影响了 这是正常现象 但是你看回 如果看港股通的资金 其实上个星期 差不多每天都是只流入的 港股通 由内地流入来的钱 每天都是比起前两个星期 增加了一倍的 都有五六十亿的规模 这件事就去到 星期一也是这样的 除了昨天 没有什么流入 流出了一亿之外 今天也再流入了二十多亿 所以整件事 你看回内地来的钱 经过港股通流入来的 是不断有增加的 不断流入 是否表示港股 会反过来 美股继续沉底震荡 而港股的大升 这个当然不行 因为始终大家 互相有个关系 有个拉扯的关系 所以呢 都是那句 昨天我跟大家说 大家可以不妨 如果有些资金想换马 趴回去南方航空 东方航空 今天见到南方航空 就升了 今天就去到四个抽一 都叫做交到功课了 因为为什么呢 始终整个市 这么不稳定底下 就很难和你们说 还要换马 还要排到股票里面 所以其实我也是一句 希望大家能够 在这个震荡的情况 科技股有一个震荡底下 尽量可以减低损失 有一些比较可以 做避风作用的股份 还有呢 当市稳定之后 这类股份 就会有能力 继续向上 为什么呢 我上次说过了 南方航空 和东航 是怎么样呢 特别南方航空 是一个原底 破了原底上上的 四个一号半 就是那个阻力区 已经是一个原底 在形成之外 上破了四个一号半 所以下个位 只要疫情 仍然是完全受控 疫苗已经开始慢慢推出 大家看到有很多消息出来 加上那些国家和国家之间 很多国家 就会慢慢开放机场 其实疫情是否完全受控 是否第三波能够全退呢 这个就真是用来说的 因为呢 你看到现在这个肺炎 和以前SARS不同 你根本上就很难完全 可以完全控制 但是呢 疫苗出呢 就可以 顶到一年两年 甚至三年的效用的话 那其实已经叫做搞定了 所以呢 大家也不用担心得那么紧要 现在看到一路有进展的 这个进展绝对是利好什么 利好航空股 和旅游 酒店 饮食那些有关的东西 这些全部都会利好的 当然 跌得多的 最厉害的当然是航空股 航空股在这一波来说 会比较受惠 也会比较硬正 大家明白吗 所以呢 就好像昨天这样说 前天这样说 大家都要留意着 当然 都是要补一句 就是说 现在的市场这么震荡 我也不是说 我一说的东西就会中了 我只是用我的过去的经验 作为一个trader 过去的经验 看回所有的东西之余 最大可能性发生的东西 我就跟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也不可以分身 记住 另一样东西 在投资世界里面 就不可以想着 拼一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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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单车变磨托 这些是不可能的 这些是不可以的 所以你要慢慢来的 这个博弈的市场里面 是一个长期的博弈 你要在里面赚钱 按键便赚到钱 不是那么容易 大家要控制很多 在这方面的心理状态 现在适宜 慢慢换回一些 刚才说的 南方航空 东方航空 因为 十一黄金周又来了 对这方面 还有大概半个月时间 又到十一黄金周 又会对这些股份 有些帮助 是否到十一黄金周 又会有些回吐 我不敢说 因为如果现在 所以这些东西是互动的 我都很担心 大家有时这些东西 对这些股份买卖 就是时间 那个时机 所谓timing 就是切入点 那个时间很紧要 如果切入点的时间 错了 去到很高 炒了上去 十一黄金周来了 去到十月头的时间 九月尾的时间 炒了上去 如果南方航空炒了上去 最好说不要听 炒到上去七个多 这样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这些说法 现在四个多 炒到上去六元的时候 那你怎么办呢 那你是不是继续狂追下去呢 去到六个多 所以这些要衡量的 到时看当时的情形 当然我会提醒大家 但是 你要早着准备 慢慢去 去小住 去转变 然后去做一个部署 到他真的黄金周来了 而之前说的预计的 目标价 能够去到那些水平的时候 那你才考虑 如果提早发生的时候 虽然未到 已经近的话 那就应该考虑要沽出 是不是 那这些就是其中的一个方式 大家可以去掌握 所以要不温不躁 以及要慢慢有准备 而其他的那些 譬如是 建热生生活 派完股息 那今天都有少少回吐 那这些要捱的 因为为什么 你看到很多的 房地产管理服务股份 其实也有很多回吐 唯独是他也算是硬正一点 跌得不算特别多 很多都已经回吐得很紧要的 所以这些你要 遇到的心理就是说 你拿了之后 就要有少少要捱一捱 但是如果它是业绩好的 一直都是上升 它跟着慢慢 试一稳定就会向上 现在不是说港股要大跌 现在是说美股有震荡 美股有震荡 而港股的科技股 不是说传统股份 传统股份 传统股份 你这几天看到 譬如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 跌得很惨的那些 工商银行 这几天是怎样的 这几天反而是涨的 是不是 所以这几天为什么会涨呢 如果你整个市场 都是这么差的时候 这类股份仍然都沉底 没有可能涨的 涨就是显示了给你看 就是说涨完成交 今天这么小 但是那些钱都是去重新 部署 有些换马去一些 传统经济股 为什么呢 传统经济股 因为经济开始 受到疫情的控制 和疫苗的推出 慢慢有机会 就回上来了 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转变 为什么我这两个星期 都不断地说回 在疫情退下 复苏概念股 我主要是看这些 因为我看到科技股 就炒得比较高 炒得比较高的时候 相对来说 回吐会大一点 所以大家要慢慢做 不要这么大注 要做的时候 就不是一坑过 一做就一坑过 买下去 反而就是 细细住细细住 细细住 看位慢慢来到去吸纳 升高了怎么办呢 如果不是太高 我也会说 例如南方航空 东方航空 它不是太高 它上一个位 南方航空 我目标是4.5 它突破了4.1.5 它现在要坐下来 我相信4.4 4.5 这些位置 就很难再跌下去 4.4 4.5 这些位置 有机会 日中有震荡 又可以买一点 如果说完全没有货 我想追的 你追也可以 但你便细住一点 对不对 细住一点 它下来再加码 再买多一点 你拉回平均 也不会说 太过被动 明白吗 我们要做一件事 在投资上 尤其是 现在不是3月份 3月份 变了大低位之后 再上来的时候 当时美国无限量化 当时我亦都在 一些传媒的观点上 我说市场转小了 市场转小了 市场转小了 因为美国无限量印银子 将所有东西 由美国政府埋单 无限量发债 这样的话 所以便会止住了它的下跌 稳住了投资者的信心 所以当时由3月开始 到4、5、6月 其实是很容易做的 为什么呢 很多股份都要在一个极低的位置 极度悲观的位置之下 就会出现V型反弹 所以如果大家的经验 发觉原来 我4、5、6月很容易赚钱的 用十几万可以赚到十万八万 几十万可能赚到二、三十万 即是很容易赚钱 但是来到7月份开始很震荡 为什么呢 以前的影片我都讲过 会是一个列口高开 列口低开 每一天都是GAP UP GAP DOWN 列口高开 列口低开 列口高开 列口高开 列口低开 全部都是这样的 这样会令到你如何 如果你买得太多股份 你会怕 一列口低开 你就怕会再跌下去 你会斩仓 一列口高开 你怕沽了之后买不回 又真的高追 那你就不断地 将4、5、6月赚的钱 全部给出来 那怎么对付这些市场 在现在这种博弈情况下 如何对付这些市场 你应该用一个 将你之前4、5、6月很勇敢的心态 降下来 用一个比较稳定一点的 用一个 不是说你胆少 用一个小一点的注码 来拉平均去买入 拉平均去沽出 那买了些股份 拉平均买了 那股份大升 急升了几天之后 虽然未到心目中 譬如我说的也好 你心目中有看的也好 那个目标位未到 来到这里 突然间拉升来到这里 那你就减了些 先赚了先 拿了利润 剩下的货底 你不是沽了 你沽了部分 平均买入 又平均沽出 那你变得拉拉扯扯 那你那个平均价 那个货底 你剩下的货底 你便会越来越便宜 那你的防守力 便会更强 防守力更强 的话 你看看这个半年的时间 你就不会被篩了出来 而半年之后 真的复苏了的时候 那你便可以见到 那个成果 那这些是一种方法来的 这个很重要的 尤其是现在 不是三四五六月 七月开始 到现在七八九月 都是比起之前 震荡得很厉害的 日中震荡都有的 不只是因为 美股下跌了三天的情况 慢慢再和大家分享 大家也是 介绍给大家的朋友圈 希望他们订阅 点赞 还有就是 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问我 那么 去多些和大家分享一下 交流一下我过往的经验 那我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